首先啊 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美国跟中国跟美国 因为这个中东地区啊 这个美国呢 他老早就已经摄入了 你像比如说跟这个沙烏地 他1933年了 这个就已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了 1933年像还是什么时代啊 还是希特勒时代 二战之前 然后呢1951年 51年他们就签订了这个叫做共同防御条约 就是说共同防御 防御什么东西呢 防御共产党 就是共同的在意识形态上 是反共的 那这一点啊 让他们两边啊 就关系就紧密了 那从1974年 又有一个大的 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1971年了 美国的这个布莱顿森林的这个体系啊 崩溃了 这个体系什么意思呢 这个体系就是当时的美元是紧盯这个黄金的 结果后来呢 他因为这个黄金啊 给其他的国家呢就买到很多 尤其像比如说法国啊 那所以说这个黄金作为这个货币储备的这种情况呢 已经开始变化了 尤其是美国要打越战啊什么的等等等等很多的原因 所以说到71年那个时候就 这个美元呢就开始浮动了啊 就他们没有紧盯黄金了 可是美国呢那个时候就在想 哎这个美元啊 他还是要在世界上占领 一席重要的地位 那怎么办 后来他们想出来了 嘿嘿嘿 就是刚好你这个 你这个这个阿拉伯啊 沙烏地 你不是卖石油吗 哎那个时候又有这个石油危机啊 这个我们这个70年代初期又有石油危机 所以说呢 美国就跟沙烏地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交易呢 因为沙烏地啊 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家 跟以色列啊 他们是可以说是嗜从 那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又非常好 那所以那美国就跟沙烏地说了 他说啊 我来在安全上 保护你 不受这个以色列的啊 这个威胁 那可是呢 你在买卖石油的时候呢 你要用美元 这个就是所谓的石油美元 而一直用到今天 也就是说当然沙烏地 他不止他只有沙烏地一个国家啊 他是好几个 譬如说这个OPEC OPEC里头有十几个国家 现在还有OPEC加啊 这个势力就更大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刚开始 就是OPEC只有几个国家 就是他们石油组织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OPEC 还会比较晚 可是他们几个组织这个国家呢 都已经在这个 在准备要来垄断这个石油的啊 这个价格 那所以说美国在1974年那个时候 还是Kissinger 基辛吉那个时候说 他跟这些国家 尤其是这个沙烏地 因为沙烏地最大嘛 这是阿拉伯国家里头 他是领导 他就跟他啊 达成协议了 就说以后 你不只是只有沙烏地哦 还有其他的国家 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家 到时候我们来说一下 到底阿拉伯国家有多大啊 有几个都来用 就是你这些石油输出的 这些国家呢 都用美元来计价 哇那这个东西 当然对美国的这个 美元的国际地位来讲 那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相当大的注意 相当大的帮助 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当然美国跟沙烏地之间的关系呢 就更加紧密了 就更加紧密 而这个关系呢 就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呢 就到了这个1991年 那个时候什么事呢 就是苏联瓦解 苏联崩溃 苏联崩溃了以后 这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说原本呢 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跟这个以苏联为首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 他们两边的一个集团的对抗 一个是北约 一个是华约 一个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一个是这个 也一个RGB 这个也是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共同体 互助会 他们叫做金库会 就是这两个国家集团的这个对抗 结果呢 苏联垮台了 那垮台了以后 那当然这整个情况就改变了 就那些 原本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啦 或者说是苏联的以前的 他们的这些这些附庸啊 就慢慢慢慢都一个一个啊 都这个从先是非共化 然后呢进入到民主化 所以说建立的制度呢 就跟西欧国家呢 这个就非常类似了 那可是在中东地区呢 当然这些制度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那所以说这些地区呢 它还是啊 这个相当的稳定 可是它的国家利益改变 以前呢 是说我跟美国啊 就反正就合作 然后这个反共啊 抵抗共产党 那可是现在共产党的势力啊 已经消减了 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政策啊 就变成了什么了呢 就变成了说啊 这个粮食的安全啦 还有能源的安全啦 这个经济的增长啦 还有这个地区的稳定啦 还有这个气候的变化 就变成这些问题是他们比较 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当然 这就是在90年代 到了川普的那个时期啊 就是2017年 川普还特别访问沙奥地 去访问沙奥地 哦那个时候国王还出来亲自接待啊 国王出来亲自接待啊 那表示说跟美国的关系啊 其实还算是不错 而且那个时候 沙奥地我记得买了1000 差不多这个100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的军火 啊就表示哎 这个两边的国 两边的这个关系呢 还算是不错的 可是后来 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2018年的这个 差不多 春夏的这个 这个这个时期 有一个长期在美国 这个拘留的啊 一个沙奥地的记者 叫做Jama Khashoggi Kashoggi啊 这个人 这个人啊 他就没事就批评王室 啊说你这个贪腐 啊说你这个不人道 啊批评的 这个挺无万夫 可是他人在美国啊 可是他的护照有一次啊 这个啊 到齐了 他就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就跑到土耳其 伊斯坦堡的 沙奥地的这个领事馆 说哎 我要来 给我的这个护照 来更新延期 结果他就走进去了 走进这个 走进这个 这个领事馆 就是沙奥地 驻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的 这个领事馆 结果一走进去就不出来了 出不来了 为什么 哈哈呀 这个事情 这个 那么当时闹得非常非常疯疯于遇啊 哎 沙奥地派了一个 筷子手 群 他好多人啊 因为我们都这个 电视上 因为他们那个西方媒体都把这个 这些国家什么时候入境 啊 入境到这个 土耳其 然后这些人呢 就跑到 跑回领事馆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这个媒体都听到了 他说里面发生惨叫的声音 哈哈 惨叫的声音 哎呀 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 这个非常残忍的 怎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筷子手啊 这些这个杀人团啊 他用这个 用刀啊 就把这个人 这个人把他肢解了 他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 是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 残无人道 然后呢 就用这个 这个 这个塑胶套啊 就把尸体呢 就带走了 就丢掉了 这个尸体到今天 就没找到 那所以呢 这个事情一发生了以后呢 当时美国那个 准备选举啊 拜登跟这个川普啊 在选举 结果拜登啊 就强烈批评 说 你们这个沙奥地啊 是Pareal 就是这个 这个贱民国家 这个贱民是这个 这个字是从印度那边来的 他是印度里 这个四个阶级的 再下一个阶级是贱民 这个贱民 他就说你们是贱民国家 哇 那这个当然就引起了 这个美国跟沙奥地 尤其是沙奥地的 就是强烈反弹 就这个是哪一年 这是2018年 2018年 那可是这个事啊 这个沙奥地这边呢 一直都没有忘怀 就一直怀恨在心 结果呢 哎 今年啊 这个2018了 到了今年啊 这个欧乌战争爆发了 欧乌战争爆发了以后呢 全球能源呢 就上涨了 那结果拜登想来想去 他觉得哎呀 你这个OPEC 你应该这个增产啊 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把俄罗斯的这种 他 当然你这个西方国家是 已经在禁运了嘛 可是很多国家都没有 跟着西方国家一起禁运 那所以说俄罗斯呢 他就用比较便宜的这种价钱了 比如说卖给印度啦 卖给很多其他的国家 那美国看了这个不行啊 这个洞要把它堵起来 你这样不堵起来的话 那这个俄罗斯 他在其他的国家呢 还可以用石油来大赚其钱 那所以说美国呢 他是非常不高兴 这个这个这个 尤其是拜登 结果拜登七月份 他就特地跑了一趟沙吾地 跑了一趟沙吾地 结果那一次啊 沙吾地根本没把这个人 当成一回事 拜登那个时候 他就说 他就讲了他说你批评他不是这个贱民国家吗 怎么你还要跑去跟他见面 那他说这个当然是很多美国人也是 也是也是很难接受的 可是呢为了国家利益嘛 他说说哎呀我们就要谈油价嘛 什么等等 那结果拜登还是去了 结果就冷淡 非常冷淡的接待 冷淡的接待 两个人不握手就是碰个拳 而拜登事先就讲好了 我只跟他碰拳我不跟他握手 因为他是贱民嘛 那我怎么跟他握手呢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好了 那你又要要求人家 在石油方面要增产 那可是呢 你又说人家是贱民国家 那不就是 意识形态跟国家利益就冲突了 那当然沙吾地这边就不高兴了 他说你来 爱来不来 随便 结果拜登就说了 你这个石油最好增产 增加一点产量 那结果沙吾地呢 他说好好好增加点 结果他增加一天的20万桶 结果过了大概两三礼拜 就说这个20万桶不但不增加了反而变成减少每天100万桶 那个美国这个一头灰头土脸 那美国真的是灰头土脸 那那个时候美方就觉得说 他应该跟沙吾地 要来对付一下 意思就是说以后的武器也不卖了 这个我们这个安全保障 我们也要提出疑问了 什么等等 所以说使得美国跟沙吾地 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搞得非常非常的恶劣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 差不多半年前 就是今年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沙吾地这边就放出消息了 他说习近平会不会来访问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 就刚好你美国跟沙吾地 搞得有点焦头烂额的这个情况下 那习近平杀出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呢 中方一直都没反应 那这个是说 大概中方跟这个沙吾地这边呢 他也给他了一些讯息 说有这个事 可是呢 我们都不 中方没有发布消息 那这边呢 就沙吾地这边呢 他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当然这个消息放出来 就是让拜登 想要截足先登 掀起得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个时候拜登还没去啊 拜登还没去 因为他是七月份去 然后是六月份就发布了 所以拜登赶快抢在这个时候先去 结果呢 煞雨而归 碰了一鼻子灰 那可是这个现象 这个消息呢 就一直在摆当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 这个消息出来了 怎么好像都没有动静啊 怎么习近平都没有动静啊 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现在 有动静啊 真的是有动静 那这个是沙吾地跟这个美国之间啊 的这种恩怨情仇 这种恩怨情仇